你今晚好好休息 杯子可 既得沈夜无异 那下午为何同她说那些话 还与她拥抱 你还在吃醋 那个我睡了 想不想知道 妆睡会有什么后果 我与沈夜不过就是同她唱台戏罢了 没想到你这样经不得事 那是不是以后我同谁多讲几句话 你都要吃醋 忍是一个好词 你好好学一学吧 你还怀疑我 我看你吃醋了 我就出去找了你半天 没再继续找 是怕我淋雨了 会更让你担心 我晓得你被雨浇了 就给你调配了泡澡的去寒汤 你还不相信我 小白 是我不好 帝君这是怎么了 今夜为何她格外稳存 我来不听得了 我来说的 我来说你 我去闭着你 我来说我来说 我去闭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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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说你 怎么啦 你不是淋了雨 头晕吗 不管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不睡啊 我忘记了 我早上得起来做薯饼了 我不饿啊 可是习俗来讲 原 原房第二天早上要吃紫薯饼 你是想让大家都知道 我们昨天才原房 那不是 我 行事之类的 不用娶你 再陪我睡一会儿 我 你起来了 快 尝尝我做的紫薯饼 你到底还是做了薯饼 小声一点 茶茶他们还不知道呢 我偷偷做的 松软甜糯 恰到好处 你连紫薯饼都做得什么好吃 想要夸我的话 总该换句话吧 这个可有点难嘛 好听的话我可不会说 不过没想到你平日爱玩好动 却如此看重这些习俗和仪式 这要夸在平日我才不在乎呢 但是我就是觉得 今日必须得做一做 这个原因 我倒是只想一二 我 想必是因为 我们终于在一起 快吃吧 我都不好意思 那这个呢 这个怎么说 一些小事而已 不许让它打扰你我 信上都已经说了 这是第五封信了 怪不得我说我为什么老是闻到一股木香的味道 你是把信全都给烧了吧 无妨 我心中有数 你拖沓制的法器 如今已经到了收尾之期 此等高庙法器 丞相之日最为凶狠 如若收尾收不好的话 之前大家的经历不单白大 还可能会被反噬 所以 所以 你还是快快回去吧 沈夜这边 沈夜那边 我自有分寸 我一定会处理妥当 但是我会出去很久 很久 很久是多久 几个月 几年 那 总归好几日吧 才几日 看你说得更要去好久似的 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 还不够吗 你看你 还说自己不会说好话 殿下 殿下 谢泽大 怎么了 茶茶 快说 刚刚宫里来消息 说上君和军后 好久没有见到殿下 让殿下进宫 以为相似至亲 leak 隙 digital 咱 咱 咱